題目是說請你就A的值來討論 下面這個連立方程式的解決狀況 那就像我之前講過的 我說請問你 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解刻會有一種情形 三種 恰眼於解 無限多解 跟無解 對不對 那原本是應該要慢慢算的 但是我們這邊就利用什麼東西 利用A來討論 那怎麼做呢 你就利用柯拉的同時下去想 好所以請問你第一個 第二台什麼第二台 是不是把這個X跟Y前面係數擺進來裡面就好 所以請問多少寫上去 A加2 3 還有2 A加1 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這個乘出來的結果多少 乘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A加2乘以A加1 減掉2乘以3是6 對不對 這兩個相乘是這裡 看到了 然後2乘以3是6 所以兩個相乘 然後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變成了A乘以3A 減4 看懂嗎 你看還可以啊 欸 有減4沒錯了 A乘以3A加2 好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怎樣 再做一個什麼東西啊 十字叫乘 所以變成什麼 11 41 正負 所以它變成了 A加4乘以A減1 好 這是Delta結果 可以啦齁 好 再看一下Deltax呢 Deltax的話怎麼算 就是把x的那個係數拿掉 換上誰 換上常數下的部分 所以就變成了 A減4 3A減5 然後後面呢 挺上y的係數 所以算3還有A加1 未來齁 好 那這個算出來的結果是多少呢 它就等於一樣交叉相乘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了A減4乘以A加1 減掉三倍的3A減5 那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變成了A平方 減掉3A減4 然後減掉9A加15對不對 然後整理一下 就變成了A平方 減掉12A加11 對吧 沒錯啦齁 然後呢 在正面交叉子 做十字加乘的工作 所以就變成了 11111 互負 所以就變成了 A減11 A減1 好 這個部分呢 是Δx的部分 再來我們看一下Δy 好 請問你Δy 要多少Δy 一樣 就是把y拿掉 還要把長數上移近距離 對不對 所以變成 留下X 所以變成了A加2 2 還有A減4 3A減5 OK 可以拿齁 接下來呢 也是一樣 把它算一下 隨便的話 交叉相乘 隨便成了 A加2乘以3A減5 減掉 兩倍的 A減4 然後把它展開 整理一下 隨便成了 3A平方 加6A 減5A 減10 減2A 加8 隨便都要變成了 3A平方 減A 減2 對吧 然後呢 再針對這個記憶方是怎樣 做一個私三成功 隨便成了 1312 然後負 隨便成了 A減1還有3A加2 OK 可以了齁 好 那開始討論囉 來請問你 怎麼討論 第一種 恰有一解 請問你 什麼情況下會恰有一解 是當一個 delta 的部分不為0 對不對 所以恰有一解 delta 不為0 所以換句話說 A加4還有 A減1 只要不為0 就可以了 所以換句話說 我的 A 怎樣 不可以是負4 也不可以是 1 所以就是說 當 A 不等於負4跟 1 的時候 就恰有一解 這樣會啦齁 好 第二種狀況的話呢 是什麼東西 第二種狀況 是 無解 好 什麼情況下是無解呢 無解是 我的 delta 是0 可是我的 delta x 不可以是0 delta y 呢 不可以是0 對吧 好 所以換句話說 從這裡面去想的話 如果 delta 要為0的話 請問你 代表 A 0 的話 A A 就要是負4 還有1 對不對 然後如果 delta x 跟 delta y 不可以為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的 A 怎樣 A 不可以是多少 如果這邊為0的話呢 看這邊 這是 delta x 的部分 代表我 delta a 我的 A 的部分 不可以是11 還有1 對不對 如果這邊為0的話呢 不為0的話 A 不可以等於1 也不可以等於3分之負2 好 還沒結束喔 來請問你 這兩個核在一起的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這兩個 這兩個 這一個告訴你說 A 要等於多少 這又不可以等於多少 你看這邊 這裡不是矛盾嗎 我一切告訴你說 A 等於1 一切告訴你說 A 不可以等於1 那到底 1 要還是不要 想一下 我說 A 為負4 跟 1 的時候 他會為0 然後 A 不等於11 不等於1 不等於3 負3分之的時候 就不會等於1 所以代表這個 E 是怎樣 然後肚子就不可以要 對不對 至於不等於1 我本來就沒有答案 就選他了嘛 所以很明顯 這兩個核在一起的多少 答案就是 A 等於多少 負4 因為當 A 等於負4 的時候 他為0 然後後面兩個人 就不為0 同容成立 因為他說 只要你不是11 跟3分之負2都可以 對 那我負4 就沒有這兩個數字 對不對 然後呢 負4也當然等於0 可是如果這邊代1的話 就出現問題了 你代1到這邊會是0 這邊也會是0 那就不合理 這樣聽懂嗎 所以答案 A等於負4是5解 好 然後第三個呢 告訴你的是 恰有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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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錯了無限多解 無限多解 好 那請問你什麼情況 現在會無限多解 就是 Delta 等於 Delta x 等於 Delta y 會等於0 那你就想 三個同時成立只有誰 剛才已經講過了 同成立只有1 對不對 所以只有A為1的時候 三個團體統統都是0 有沒有 當你A代1的時候不是0嗎 A代1是0嗎 有看到嗎 所以答案就是A給1的時候 它會是0 這樣聽懂了齁 好 這個你把舉上去吧 好 好